哈利利亚!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六节至十二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六节至十二节 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六节至十二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 少重的少收,多重的多收 这话是真的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 不要作难,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样善事 如经上所记 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 他的人意存到永远 那刺种给撒种的 刺粮给人吃的 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 要增添你们福 叫你们凡事富足 可以多多施舍 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 因为办则供给的事 不但补圣徒的缺乏 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 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主来赐给了我们永远的生命 主愿赐给谁 永远的生命就赐给谁 赐给我们的 收回的都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是掌全一切的 今天主所赐给我们的 耶稣基督之名 主愿赐给我们应许 让我们成为了 神的子女 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之名 我们成为了神的子女 因着我们成为了神的子女 主有我们约定 我们是得着了 能进天国的这个要事 主啊 愿你的爱子们 今天都能拿着正确的信心 都能在这个世界上 也能得到祝福 愿主一一地 来用真理的话语 愿一一地来祝福他们 引导他们 愿主用主的真理的话语 劝勉他们 让他们能明白主的话语 让他们在这个世间上 也能得到祝福 离开这个世界时 也能进到主的天国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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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成为牧师之后呢 我下决心每天要祷告六个小时 七个小时的 我是早晚都是去祷告的 每天早晨一睁开眼睛 我就与我的妻子就祷告三个小时 然后再去吃早饭 然后穿早饭呢 就出去办事 每天每天 我们都是这么去生活的 当时我们所侍奉的那个教会呢 是 在子姑巴呢 有一个支教会 那么我们经常会去 我们也会 每周都会去支教会呢 去做侍奉 我们呢 都会去开个面包车呢 去子姑巴 那里呢 去做侍奉 在那面包车里呢 我们会 每周呢 会坐八个人去那里 一起侍奉的 有一天呢 我们就与往常一样呢 我们八个人呢 一同坐着这个面包车呢 去教会 我和我的妻子呢 是坐在这个车到最后面的 然后去 然后出发之前呢 我的妻子就对我说 今天咱们俩下车吧 我就对她说 我们要去侍奉 并且我们已经上了车 我们为什么还要下去呢 我当时就非常不理解 我的妻子 我就想 这女人怎么这么碍事 怎么 她怎么 做这么烦人的事情呢 当时我就想 我的妻子怎么会这么 阻止我呢 但是我的妻子 一直来对我说 来阻止我 所以呢 我就不想在那里 与她争吵 我就听了她的话 我就在那里下了车 下了车之后呢 我就跟她争吵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呢 我们在属灵的问题上呢 我们开始了属灵的生活之后呢 我们的争吵呢 是越来越激烈的 我们在以前 在喝酒 玩乐的时候呢 我们俩从来没有吵架过 但是我们在过属灵的生活之后呢 反而是我们俩是争吵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正因为大家睁开了属灵的眼睛 大家在属灵方面是争取的 是进取的 所以呢 可能会是有争吵的 那些魔鬼们呢 会来攻击你的 但是你们绝对不要被受骗 所以呢 那天呢 那天呢 我们就从车里下来 那天呢 我们就 我和我的妻子呢 就去到 金西教的一个百货店呢 我们俩就去买东西 并且去玩 后来 那 后来 那位牧师呢 就给我来电话说 哎呀 那时候我还不是牧师 那时候我只是一个 教会的弟兄 牧师就对我说 神弟兄 你俩为什么那天 没坐车去教会呢 神是不是特别爱 你们两个人呢 我说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那个牧师说 原来那天 我们那天正好下车的 那个面包车呢 他们在去教会的路上呢 在高速上 突然发生了交通事故 就是车胎突然 坏了 他们就发生了事故 所以呢 在车上坐的一个孕妇呢 那时候呢 好像是发生了一些事情 那一天呢 我们两个人呢 是没有坐车去教会师父 我们两个反而是出去 去买东西 并且去吃喝 但是我今天想说的就是说 我们是同样的 那天原本是同样的命运 但是那天我们两个人 是下了车 但是那一天 坐在那车里的人呢 他们反而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那么今天这个差异是什么呢 你们能回答 在这里是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是你们是知道 还不回答 还是怎么回事呢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那就说祷告的量 祷告的量的不同 同样是我们是过着 祷告的生活 那么神有时候是会帮助这个人 有时候是不会帮助的 有的人是蒙福 有的人是不能蒙福的 那么在圣经上呢 也是记载着 会是有这样的事情的 今天 无论是今天 还是昨天 还是明天 还是永永远远的以后呢 神是按照我们所做的 神是按照我们所做的一切 按照我们所做的一切行动 和所做的一切呢 来返还给我们的 那么因着我们的这个行动 无论是在哪里 你是在哪里做到什么样的行动 还有他的爱子们的那些 所有的那些信心 神是看着他们的行动 来补偿他们一切的 有的人是给他们祝福 有的人神是却给他 那神是不会保护他 在启示录当中也讲到 在最后的审判当中 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呢 有的人会是在那 在天国里呢 是永永远远的在那里 蒙福 在天国里他们会是像清新 像月亮一样 但是有的人却是不能进天国 反而是进地狱里 在那里是永永远远受刑罚的 那么在这里 神是拿着什么样的 一个标准来测定呢 每个人呢 他是因着 拿着他是有什么样的信仰 来判断他 来给他的那些祝福的 哈利雷亚 今天呢 你们来到教会之前 来做礼拜之前 你们或许是有的人会想 来礼拜呢 只是一个 一种仪式 只是一种一种形式上的 但是有的人却来到教会呢 是说他们是真是想拿着一个 真正来听神的话语的一种想法 和拿着一个真正要来敬拜神的一种想法 来到教会的 有的人 那么真正是来挑战 真正的是来敬拜神的人 他们的命运就会有到 得到改变的 但是有的人 或许有的人呢 他只是一种形式上 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来到教会的 但是他没有那种信仰的 我们的祷告时间和礼拜时间呢 无论是什么样的时间 有的人呢 就是 就像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一样 我们一定要呢 要拿着那种初心来到神的面前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在这里呢 我们就算是人来到这里 也是不会能得到悦纳的 你如果不做任何事情的话 就不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的 我们一起来说 不种的地方 不种 不杀种的地方呢 是不会得收成的 你只有是多种 你才能多拿得 你多得着到 你如果多种 种好的 就会得着好的 你如果是种 多了的话 就会得到多的一切的 你如果少种的话呢 就会少收 如果多种呢 就会多收的 那么我们说 这是一个杀种 一个杀种的方法 与我们蒙福的一个法则的 这是在几千年开始呢 神就已经在圣经上 也已经运势给这世上的人类 所以已经是在通过圣经的 来告诉我们 在这里是不需要掩盖 不需要撒谎的 神是分明在这里 圣经上也记载着 并且来教我们的 这就是一个法则 这就是一个基本 在圣经上的这些话语呢 人是怎么去做的 人是做了什么 而蒙福的 有的人虽然是出席 同样的教会 虽然是做同样的 做着同样的事情 但是我的妻子当时呢 是因为受着圣灵的引导呢 她突然对我说 要下车的 让我去和我一起 做别的事情 但是确实有的人呢 有几个人 他们却是还是坐着那辆车 他们没能得到 圣灵的引导 反而是在那里是受难的 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所以呢 当时呢 有一个孕妇呢 突然是就是羊水破裂 当时呢 他们都是被送进了抢救室的 那么神为什么没能保护 去礼拜的那几个人呢 那么那是因为 他们没能去祷告 没能得到保护 他们没有充分地祷告 去得到保护的 如果你们相信 就热烈的故障 把所有的荣耀给予神 阿们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希望 就是说这样的人 是在神那里 是没有希望的 有的人 就算是在主日这一天 他们就连来一个小时 都没能来到 那他们怎么能 得到成功呢 如果你们在耶稣这里 是如果是没有什么兴趣的话 你们怎么能在你们的人生当中 让你们的信仰得到成功呢 希望你们都能热情起来 都能热心起来 希望你们每个人 都能去准备一下 都能去治理 治一下自己的心 都能去悔改一下 都能去好好的去想 等着在神 在给我们祝福的时候 每个人都能得到 三十六十一百倍的祝福 如果你没能去实践的话 那是不能得着的 我在这里可以确切地对大家说 我可以再一次地对大家说 如果你们没做的话 是不能得到的 能得到神的祝福和保护的人 能得到神的保护的人 和不能得到保护的人呢 他们的信心是有差异的 他们的信仰方面呢 是有差异的 阿们 你们可以说阿们吗 那么在那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得到 确信的 并且那时候通过 我和我妻子的那件事情呢 我们也得到确定说 就是说 同样是出去一个教会 但是结果却并不是一样的 我的妻子呢 她是有一个特征 就是说 她如果是一旦明白一点的话呢 就是她就会永远 永远使用那一个法则 她如果明白一点的话呢 我和我妻子就是这样的特点 如果我们一旦认准了 就会一直一直去使用 去相信的 这件事情是我们发生在24年前的 那么因着那一件事业呢 因着那一件事情呢 我和我妻子呢 一直是回想这件事情 我们一直是利用这个事情呢 一直回想 并且一直会去做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们一旦以前发生过 什么样的错误的话 那么一旦明白 就绝对不会再发生那个错误的 我们如果一旦明白 什么样的神的话语 那么一定就会去使用 去应用这个神的话语的 有很多的人 他们是会简单的去想神的话语 他们简单的去接收之后呢 就会马上就会忘记 但是我是绝对不会 忘记神的真理的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神来给我们的一个标准 这是神来赐给我们的一个标准的 就是说我们应用神来得到胜利的一个标准 我们为什么要忘记呢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没能得到胜利呢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 他们没能定下这个标准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周围的人 他是不是有一点疲倦了 他是不是在那里打盹呢 我发现有好几个人在那里打盹 我们互相去叫醒一下 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人 他们在那里打盹呢 你们现在还在那里打盹 你们现在到底是要想见到谁呢 你们是想见耶稣呢 还是一直在那里打盹呢 现在我们是来见耶稣 与耶稣来见命的一个时期 你们为什么还要在那里打盹呢 那当你们发现 有比耶稣更重要的事情 人吗 那你们认为是钱吗 如果在前面摆上很多的钱 你们都会醒来吗 现在耶稣在告诉我们神的话语 你们还没有醒来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会说 就是说在前面前会睁大眼睛呢 你会不会认为我是在开玩笑 其实我这并不是开玩笑 这是神在来警告我们的 就是说 我并不是说是要来给你们灭亡的 那是说 如果我们再不打起精神来的话 那么神的话语呢 其实在开玩笑当中也会来告诉我们的 他是为了不让我们灭亡 所以呢 有可能会通过来开玩笑来告诉我们 来让我们明白的 以前呢 我们 有的人说 我们为了听到神的那细密的声音 我们为了来听神的那紧密的 缜密的声音呢 我们是一直一直去祷告的 所以呢 一直用心用心地去祷告的 他们在用心 在就是说 他们一直是祷告好几个小时 他们都感觉到身体很累的 但是 他们就算是用心去祷告好几个小时 他们 但是没能得到结果的 他们是有这样的时候的 但是我在这里是呢 有确信的 如果我打 我现在祷告之后 给大家所传的事情 就算是有的 有时候我是像 在讲 跟你们讲开玩笑 但这都是有意思的 都是有意义的 都是有神意的 我是分明记住 我什么时候 对谁讲了什么样的话语 到了时候 神的话语肯定会实行的 但是听的人 有的人认为我是开玩笑 他们就会忘记的 但是 我可以对大家讲 对大家讲 我们的信仰 每个人的信仰 并不是 都是同样的 每个人的信仰呢 都是参差不同的 都是 就算是在同样的一个环境 和听同样一个人的讲 但是都会有不同的 信仰程度的 有的人呢 他们是不相信 不去求 不去得着的 不能得着的 但是随着 岁月的流逝 随着时间的流逝呢 就会马上有 这个结果的 马上会有时候 就是说出结果的 在那时候呢 就会有 悲喜交叉的人 有的人就会在那里 喜乐 但是反而 还是有的人 在那里悲伤 就算一定会有 这样的时候的 我们祷告 祷告并不是一个 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兴趣 我们做进食 并不是我们的兴趣 其实祷告 我们去做进食 我们再去祷告 一直祷告 这个小时 其实这是一件 非常很难的 是很难的事情 但是 通过我们用心的去祷告 虽然是很难的事情 但是我们通过 我们的用心去祷告呢 我们会得到神来赐给我们的那种喜乐的 通过我们的祷告 神会来赐给我们祝福 会来引导我们的 比如说 我们祷告完之后 没有那种喜乐的话 可能有的人会做完一次之后 就不会再去做了 但是 我们在 很难的 很用心的去祷告的话 我还是会 在神那里会得到的 如果我以前 我以前呢 在信主之前 我一直是喝酒 会喝到早晨的 以前 谁都是不可能 喝过我 当然我现在是不喝一滴酒的 但是 如果我不这么说的话 有的人会说 啊 牧师 你难道现在还喝酒吗 绝对不是这样的 我以前 我现在就是喝酒 我肯定不会输给你的 我是绝对不会 以前呢 我是绝对不会输给任何人 但是我为什么 我以前这么喜欢喝酒 我为什么现在是戒酒了呢 那是因为 我知道比这个喝酒更好 更宝贵 更喜乐的事情的 阿们 我可以再次对大家讲一下 在主面前 如果我们不去种的话 是不可能得到收成的 你只有种下 才会得到收成的 你如果种坏的 就会得到坏的的 你如果种好的 就会永永远远得到好的结果的 就会长出好的果子的 在这里是绝对不要忘记的 阿们 因着自己的信仰 来得着你所应得的一切 那是因着你的信仰的大小 而得着的 你到现在为止 你是怎么去做的呢 你如果得着多了的话 你就是行了多到 那就是你 因着你行的大小 来得着祝福的 决定着你得蒙福的大小的 如果你做了的话 那么就会因着你多做 就会得到多收藏的 哈利利亚 在新约和旧约 旧约呢都是同样的 圣经圣怀真理呢 是不会改变的 都是同样的 那么无论是在24年前还是在现在 反而比24年前 现在呢 我是会更加用心的 去做祷告 去做禁食 以前我在24年前呢 我虽然是 是禁食 但去祷告 但是没有现在多 现在我们一年365期间呢 一年365天呢 我们一年当中会到 会做禁食100多天的 就算因着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是得着一切的 因为因着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是可以看到更好的结果的 但是在这里 因着我所做的一切 没有一个是 失去的 在别人看来 我们虽然是痛苦的 但是在神面前 我们是 我们是没能 没有失去过一切的 因着我所做的一切 这所有的祝福 都是归于我的 因为我们做了 二十几年前 有的人说 哎呀 你都做了二十几年 你就慢慢来吧 你就悠着点干吧 有的人是 是这么劝我的 但是我是绝对不会 这样的话语所骗的 因为 因着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是得着的 我们会因着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会把这个祝福 变成为 完全成为我的 你们相信吗 我一直是会大家讲 并且我 给所有的传导师们 还有神学生们呢 我也会对他们讲这些 但是在 给他们讲之前呢 我都会 我都会 首先做一个 模范的作用的 因为所有的一切 都是首先去实践 因着我所做的一切呢 我会拿着 这个神的真理的话 以为标准 比如说我们在 我们没有信仰的时候 我们没有什么 所献上的时候 或者是 比如说你现在是 没有什么一切 来献给神的话 那么你们就要 多多的去祷告 多多的去做进食 多多的去奉献 或者是多多的去 去侍奉的 你如果现在 没能拥有一切的话 那么你更是 要去做的 那是为了来 给你更大的祝福 所以呢 神是希望你 首先来献给神 首先来杀种的 播种的 但是你因为 没有做 因为你没有播种 所以呢 神就会诱导你 引导你呢 去播种的 我和我的妻子呢 可能是 可能就是在 那个时期吧 在二十几年前呢 当时呢 有一个人呢 他是把他的那个饭店呢 来托给我们夫妻俩 所以呢 我和我的妻子呢 就一直 给这个人呢 看管他的这个饭店 这个饭店的主人呢 他是回了韩国 但是 所以呢 他就把那个 这个饭店呢 就暂时是托给我 我们就在那里营业 并且去交那个房租 然后剩下的钱也是 归我们的 当时呢 有一位 从韩国来的一个牧师 来到我们教会 来到我们那个饭店 他呢 当时是来给我们 做家房的 当时呢 我们是 真的是 因为饭店营业不是太好 所以呢 我们就算是 教那个房租呢 都是教的很难的 当时呢 因为是有一 当时有一次呢 牧师呢 来给我们做家房 那时候呢 当时那天晚上 已经是预约好了 但是 突然有一个人 有一个团体呢 他们就来说 也不用你们做这个 也不用你们做饭 你们就给我提供这个 借下你们这个饭店场所的话 我一天晚上就给你 三十万日元 当时一天晚上 交三十 他能给我们三十万日元 那三十万日元 完全是顶一个月的房租的 当时呢 我就 突然是就愁愁了 但是那天呢 不好意思 在这里呢 我再重新给大家讲一下 当天 因为有一位牧师呢 是做家房 但是 虽然是我们 没有 没能交房租 但是我 我还是把手 口袋里的四万日元 都交给了牧师 都去奉献 然后呢 那天 做完礼拜之后 当天晚上呢 就有一个团体呢 来 到我们饭店 突然说 借租场所 他们就当天 就给我们三十万日元 那正是因为 我们有信心 来把所有的一切 都献给了神 所以呢 神就 来赐给了我们 当天就可以说 完全支付 一下子就支付 一个月的房租的 那个三十万日元的 神是通过那位牧师 来测试了我们 但是我们 因着我们的信心 我们是撒种了 我们是来奉献了 所以呢 神是通过那位牧师 来到我们教会 来到我们饭店 来做 来给我们做家访 因为我们 因着信心 我们是播种了 所以呢 神是 悦纳了我们的信心 来赐给了我们 祝福 解决了我们 所有的问题 在创世纪当中呢 给我们 在创世纪当中呢 讲到 亚伯拉罕呢 他是听到了神的声音 耶克华 神呢 就对亚伯拉罕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你在哪里 你要把你的儿子 来献给我 大家想想 如果神 爱的神 是对 亚伯拉罕说了这句话 亚伯拉罕 他是一百岁得着了儿子 然后他的儿子 刚长大成人 刚长到十五岁 现在他的儿子 好不容易长到了十五岁 但是有一天 亚伯拉罕 神就对他说 你要 把你的儿子 来献给我 那么亚伯拉罕呢 是听到了这样 有的人为什么 现在不能抬头 不能说阿门呢 如果神现在 对你们这么说 你们会怎么办呢 有的人为什么 现在逃避 我们的眼睛 或者是 为什么会 低下头呢 该隐 在神面前 我们是不能隐藏的 该隐 他在不平不满 他在不平不满 生气的时候 他虽然是没有说 但是 神是知道了 该隐的一切的 是知道了 该隐的那个心的 现在你就算是 低着头逃避神 但是神是知道 你的心里 是怎么想的 神是知道一切的 大家想想 在一百岁得着的 生了一个儿子 然后呢 长到了十五岁 可能是比我孙子还要小 那么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把十五岁 长大成十五岁的 你的儿子来献 作为反击来献给我 那么在这样的场合 能说阿门的人 真正是 是有个真正的信仰的人 现在在这样的话语 神的话语面前 不能说阿门的人 他是没有真正的信仰的人 那么我们为了让我们的 想得到认证 我们一定要好得去揣 摩伊萨战的话语 然后一定要让这些神的话语 来成为我的 要真正成为我的话语的 不是说你念完之后 就结束了 并不说你念完圣经之后 这就结束了 而是说你要真正的来 来得到这个话语 现在这个话语 虽然是很难验 很难讲 很苦 但是你还要把这个话语 成为真正 成为你拥有的这个话语的 这并不是在讲别人 这并不是在讲 亚伯拉罕 以萨的话语 今天通过这样的话语 来听的 来听神的话语的我们 我们现在也应该是 把这些话语 成为我们所拥有的 如果是大家 你们会怎么样呢 我可以 我现在问你们 你们如果是这样 你们会怎么样做呢 如果神让把你的独生 出来献给神的话 如果你们能说阿们 真正能献上的话 就大声的说阿们 热烈的狗犽巴 所以都要过于神 你们现在为什么 要拿这个链子 这个 锁上你们的这个眼 你们的嘴呢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呢 我们要向神告白 主对我们说 你们如果说阿们 如果你们说阿们 你们就是认证神的话语 那么就会得到神的荣耀 你们可以说阿们吗 阿们 并不是说我们随便 就是顺口溜 说阿们 我们现在并不是 作为牧师 我并不是因为 来 喜欢听你们说阿们 所以才你们怎么说的 我们说阿们 让你们说阿们 那是为了让你们 能相信 能认证神的话语 为了让你们能 为了让你们的信仰能 得到成长 我是一直会诱导大家 说阿们 来认证神的话语的 那是因为 一次性的 因为你的阿们 一次性的 可以改变你的命运的 无论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不去想 不去按自己的意念想 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念去行动 只是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动 不左右摇动 就要大胆地说阿们 真正去实践的人 这就是我们一个 蒙福的一个秘诀的 那么有的人 不会是说 你没有去实践 反而是 蒙福的这样的事情的 并不是这样的 只要是你 首先去种上 你才会得着 你首先 并不是说像 这个机器人一样 来操纵我们 来支配我们 而是说 神是来给了我们 每个人的一个自尊 都是来给了我们 自由选择权 那么在这样的选择的时候 我们要大胆地去选择 因为神是与我们 有许约的 那么我们相信这个约定 我们来 因着我们的心心去行的时候 神才会来 赐给我们祝福的 所以呢 因着我们的这个约定 我们可以大胆地 来得着神的祝福的 我们每个人 能真正地要 像一个神的子女一样 我们要蒙福 我们成为一个神的子女 我们一定要 神为了来尊重我们 神是来给了 在约定的基础上 是给了我们 自有自主权 就是说 给了我们选择权 因着我们所行动的 来得着多大的 这个祝福的 希望你们每个人 都能明白神的话语 神并不是来乍取我们 神并不是来欺骗我们 而是神是来尊重我们 做我们这位神的子女 神是来给了我们选择权 在这里 神与我们约定 就是说你如果选择的话 那么我与你约定 我一定会给你祝福的 在这里呢 是有这个条件的 就是说 祂是给了我们 这个选择权的 哈利利亚 你们可以说阿门吗 我是一个农民的弟子 我是一个农民的一个子孙 我们在农村的时候呢 以前呢 在我们村子里 我家有最大的 最多的这个田地 现在在秋收的时候呢 我们家也 我们的活呢 也是最多的 虽然是忙 但是我们这个田地里呢 我们秋收的这个果实呢 也是最多的 现在当时呢 我们就会雇佣村里的 好几十个人 来帮我们秋收的 这些人呢 就会一直来帮我们秋收 我们在凌晨开始 秋收那么一直是会做到很晚的 那是因为我们 是种了很多社会 才会收很多的 但是有的人 他们是没有地的 因为他们没有地 因为他们没有去种下 他们就没有去秋收的 现在有没有地的人呢 他们是因为没有地 没有种 所以呢他们只能是 暂时一天一天的 给别人替班的 他们虽然是拿了一天的工资 但是他们却不是永远 永远都是水他的 后来呢 有的人呢 就是他们是 租用我家的这个田地呢 他们会租用完之后呢 他们就会自己种下 然后呢自己秋收 虽然这个地 不完全属于他们的 但是他们暂时是来 租用我们的地 所以呢 因着他们所种的一切 他们会得着的 这是我从小时候 开始呢 所看见的 所以呢 神在告诉我们 少种的少收 多种的多收的时候呢 我就是完全是 会很快明白的 如果我们现在 没有地 种下的话 那么我们就算是 租借也要去 首先种下的 我们首先就算是借 也要去 首先种下地的 才能得着更多的 那么如果就算是 租了地 种地的人呢 他们就算是租着 但是只要支付 这个少量的租金 但是他们却会得着 更多更多的这些 更多的 哪些收成的 为什么现在神 来告诉我们这些 为什么神会来 告诉我们这些 真的话语呢 那是因为 真正是因着你所行的 来得着一切的 有的人他们是 没有地 没有种田 他们是 就不能去撒种子 所以呢 这样的人 只能是在那里 不评不门 说说 我没有地 我没有钱 我没有拿到的一切 他们只是拿出 各种各样的借口 并且他们就算是 去帮助别人 去收藏 但是只能是 拿一天的这个佣金的 但是有的人呢 却不是说看一天 而是说他们会 租地之后呢 再去撒种 再去得收藏的 现在呢 我们 我看我们家 以前的那些人呢 也可以看到 以前就是 干一天活的人 他们还只是 成天没有地 只是每天每天去 干一天的活的 但圣经上呢 也是这么记载着的 到现在 你以为你是按照 神的道具做了 所以呢 我会祝福你 让你的子孙 多如天上的星星 多如沙滩上的沙子一样的 我会让你的子孙 是因着你的子孙 让你们的子孙万民 都会进列国里的 那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按照我的道具做了 那因为你是按照 我的话去说 去行动 去顺从了 所以呢 我会才给你祝福的 神来祝福了亚伯拉罕 神是因为为了要 神是想祝福亚伯拉罕 所以呢 就给了他条件 看来测试 他是否会那么做的 神现在想祝福亚伯拉罕 但是如果亚伯拉罕 他没有做的话 神就是想再祝福 都是不可能祝福亚伯拉罕的 神是计划了一切 神是通过亚伯拉罕的子孙呢 来给列国万民 来让他们进到 进到那个迦南之地 并且来给他们祝福 但是呢 在这里说 如果他没有做的话 他是不可能得着的 我为了来给你祝福 我命令你 让你要把你的儿子 来作为凡祭来献给我 如果亚伯拉罕 如果有信心 来把儿子献给神 作为凡祭的话 那么神就会祝福他 这是神与他的一个约定 在这里呢 神是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 祝福的一个 我们的模型 我们的一个模范 所以呢 在圣经上的话语呢 你不要念完之后 就觉得这是别人的事了 这并不是我的事了 而是要真正把这个神的话语呢 成为我的话语 我们要去行动 如果我们这么去实践 去行动的话 我们也能进到 得到这样的祝福的 哈利利亚 在圣经上要记载着一个寡妇 一个寡妇呢 她是有一个儿子 那么有一个寡妇呢 她是抚养着她的一个儿子的 神的仆人伊利亚呢 去了这个寡妇家 这个寡妇家呢 是很穷很穷的 她家真是连一滴 可能一滴油都没有 最后呢 家里只剩下 一点点的 这个面粉的 只有一点点的面粉的 然后呢 还有一点点的油 所以呢 这个寡妇呢 就拿 比如说就说 如果拿这个面粉 在这个油 拿这个油和这个面粉 做了这个饼的话 就再也没有什么吃的了 当时就说 这寡妇家里呢 就是最后的食粮了 但是这个神的仆人 伊利亚去了这个寡妇家之后 这个寡妇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伊利亚呢 就对寡妇说 你要拿这个面粉 做饼 然后呢 你和你儿子吃之前 你要来首先给我吃的 比如说现在呢 如果说我们周围 现在有这样的牧师的话 可能是所有的圣徒 都会抗议的 就像是现在这个 韩国的大集会 烛光集会一样 比如我现在这么做的话 可能有很多的人 都会集会说 神牧师你太坏了吧 怎能说 怎能把这个 他家最后的这个财产 都拿走之后 都诈骗了呢 可能是 如果我这么做的话 可能是会有烛光集会吧 但是神为什么会 对这个寡妇这么说呢 并不是伊利亚 对她这么说的 而是神 神那是为了来 给她更大的祝福 神对她说 你如果这么做的话 你就会在各个方面 都会得到更大的祝福的 那么神为什么会让 这个寡妇 做出这么难的事情呢 比如说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 最基本的话 是不能得到祝福的 我们一起来说一下 神并不是会 差别 就是说 神并不是说 从外表来判断人类 或者是给谁差别的 我们的神呢 是为了让所有的人 都成为神的资源 所以呢 神因为是知道 我们是软弱的 神因为是怜悯我的 但并不是说 我看我太怜悯你 我很同情你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给你吃 你应该谢谢我 这样就结束了 并不是这样的 神并不是说 是成天是去同情谁 并且是希望 得到表扬而这么做的 而是神是来给 为了来尊重我们 来给了我们这个信仰 是应该我们的 所行的 所实践的这个信仰呢 来给我们祝福的 那么在圣经上 所记载的这个 这个寡妇呢 神是为了给她祝福 神是知道 她家现在也是 已经没有粮食了 所以呢 神就通过她的信心 让她因着她的行 她的信心呢 所以呢 让她来得到 更大的祝福 神是希望能 让她得到 更大的祝福的 你们相信吗 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 你们就一直 祷告到 能明白神的话语 如果你们明白了 神的话语的话 那么你就会 真正是知道 我们的神 是多么伟大的神 神并不会诈骗我们 或者是欺诈我们 或者是让我们的下场 更加悲惨 那是因为 神是尊重我们 所以呢 神是会一直来 诱导我们 让我们去行 这个信心的 在圣经上 记载的这个寡妇呢 所以事上 所有的人 都是不会怜悯她 都是不会去帮助她 她是一个 非常可怜的女人 但是神是怜悯她 但是并不说 一味地去同情她 而是说 让她通过 她所行的 来祝福给她 神是为了来祝福她 神是怜悯她 并不是说 一味地去同情她 而是去帮助她 而是为了来 拯救她的信仰 所以呢 是通过这个测试呢 来让给她祝福的 所以呢 在以色列呢 当时 在当时 以色列呢 神是已经是知道 会有三年半的 这个灾难的 神也是知道 她的儿子呢 这个寡妇的儿子呢 也是会有 这个疾病的 但是这个寡妇 她如果她自己 就那么 如果神不管她的话 那么这寡妇呢 可能是不会 显现她的信心的 所以呢 神就为了来诱导 让她显现 她的这个信仰 所以呢 是让尼利亚 去她家的 那么这个寡妇呢 她是有 其实是有 这样的信心的人的 但是她却不知道 是怎么样 自己去行 她并不是说 自己想吃 自己先给儿子吃 而是做完这个饼之后呢 他们是自己 虽然是饿了 但是她自己 还是忍着之后呢 把这个饼 来献给到了 尼利亚的面前 所以呢 尼利亚就对她说 尼利亚并没有说 行了 我只能收到 你的信心了 我知道你的信心了 你先吃吧 尼利亚并没有这么说 而是她真是吃了 比如说 神牧师如果对大家 这么做的话 你们会不会来揍我呢 如果牧师在吃的时候 你们就要想 这是神在吃 如果你们要侍奉 就像是侍奉神一样 来侍奉这个牧师的 尼利亚呢 她就在那里 都吃完了这个饼 好吃 她就自己去吃了这个饼 那时候呢 你们不要在旁边说 牧师你怎么那么残忍呢 你不要这么去做 因为这是神的指示 所以呢 有很多的人 因为不知道这个法则 他们就会阻止 这个牧师去吃 如果不知道这样的神的法则的话 这样的人是 在神面前 是不能得到法则 不能得到祝福的 因着耶稣基督而活 而得到祝福 并且在耶稣基督里 得到果子的人 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如果你们为了要得到 如果你们也想得到更大的果子的话 你们也要这么去做 现在当时在以色列呢 三年半是完全是荒灾的 在那里是荒难的 当时会有很多很多人会在那里饿死 并且在那个灾难当中死亡的 这个寡妇家当 这个寡妇家里呢 他们家面粉已经是没有了 没有面粉了 油也没有一滴了 但是因着他的心心所行的一切呢 在三年半期间 神一直是让这个寡妇的家里的 这个面缸 还有这个油桶里面 是一直是溢出这个好吃的东西的 直到他们过了三年半 有了这个秋收的时期呢 这个寡妇家里的这个油和面粉 是完全没有断的 神为了来给她 赐给她祝福 因为是神是全能的神 所以呢 神是为了让她 来有个充分的准备 所以呢 神就给了她这个测试 让她首先来献给神 然后神才会给她更大的祝福 在这里神并不是说 是为了诈取 欺骗这个寡妇家里的 这个最后的十两道 而是为了让她 永永远远的蒙福 为了让她在三年半期间 这个灾难的期间 为了不让她饿死 反而让她给她更大的祝福 所以呢 才是测试她的 在圣经上记载着 很多这样的话语的 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行动 去实践我们的信仰的话 这是因为是神是给我们的约定 所以呢 神一定会一直来引导我们 帮助我们的 神已经是约定说 神是会来给我们祝福的 但是为什么人 就是我们作为圣徒 一直会逃避呢 为什么有的人说 我是不想去教会 我是一直想躲避教会 为什么有的人在这样的时候 不会来到教会呢 有的人就是一定要听这样的话语 但是呢 他却没能来得教会 那是因为他没能得到 圣灵的引导道 有的人 好不容易就说 很久来教会一次 他们听到这样的话语的话 你们就要真正来抓住这个话语 来把这个话语成为你的 真正要去实践的 一定要去多多地去祷告 多多地去实践这样的话语 有的人想 哎呀牧师又讲这样的话语 我要睡觉 我才不喜欢听的 在马可福音当中 也讲到线上十分之一的这些话语的 在马拉基当中呢 是讲着关于十分之一的奉献的 说你如果线上十分之一 天门就会改开 但是那些恶的魔鬼们 他们是一直要来诱惑你 不想让你们来献上十分之一 但是你们要去认证 神的全能 如果你们献上十分之一 那么神就会让你的仓库 来得以充满的 如果你们献上的话 那么神就会来 给你更大的重福 神并不是说 让你献上十分之九 而是说 如果你献上十分之一的话 神是会给你更大的重福的 那么亚伯拉罕 来把以撒献给神的时候 那么通过以撒呢 亚伯拉罕呢 能通过亚伯拉罕 来把以撒献给神的这件事情呢 是会有很多很多人 通过亚伯拉罕的这个行动呢 让他们也来认识神 亚伯拉罕就成为了我们 信仰的主席 直到大审判的最后的时刻 亚伯拉罕的这个子孙们呢 一直是会扮演 一直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的 那么直到大审判的时候呢 亚伯拉罕呢 就会得到更大的祝福的 就会得到更大的冠冕的 你们能明白吗 如果你们明白这样的话的话 今天的神的话的话 那你是得到了更大的祝福的 亚伯拉罕要把以撒来献给神的时候 那么他得到的这个祝福 直到最后的大审判期间呢 亚伯拉罕一直一直是会积攒 他的这个冠冕的 用主的名字 你们能明白神的话语 阿们 亲爱的各位 不要因为在这世界上会腐烂的东西 而迷恋 就说我们在一瞬间 一瞬间来献给神的时候 神都会来祝福给我们的 上周五我们教会的全职时呢 他做了一个见证 他在他见证的内容当中 有一个这样的内容 他的母亲在去世的时候 为了让他的母亲去得到 去在死亡之前 就去世之前悔改呢 他呢一直是去找他的妈妈 他说他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都是所有都是没有用的 他以前觉得 这世上所有的钱都是最重要的 但是他的母亲 他看到他的母亲快要去世的时候 他觉得这世上的一切 他的人生 在这世上拥有一切 存一切呢 其实都是没有用的 他说从那时候开始 他一直要按照神的道去做的 他那天在见证的时候呢 也一直是这么说的 他一直说了阿门 正是这样的 这世上的一切呢 都是暂时的 都是会腐烂的 都不是永远的 在世界上呢 并不是拥有 会有所有所有的 永永远的 我们的母亲会去世 我们也会离开这个世界 这世上所有的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的 不要认为这世上的一切呢 都是会永永远远的 正因为有很多的人 一直迷恋这个世界 所以呢 他们一直会迷恋这个世界 我也会离开这个世界的 我听了他的见证之后呢 我也是想到 是的 我的母亲在前几年呢 也是去世 我的母亲也是去世了 我一直还能想到 我的母亲那温暖的怀抱 还有他的声音 还有他一直对我的唠叨 但是我想 我一直怀念 一直能记住我的母亲 但是我的母亲却并没有 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如果不去天国 我是见不到我的母亲的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我们要快点明白我们的人生 我们要快点明白我们的 快点理解神的话语的 神的话语 神的约定 在不仅仅是在这个世界上 而且是会在永永远远 直到天国一直是会守他的约定的 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话语 你们能说阿们吗 其实我们去实践这些话语呢 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如果我们不去祷告的话 是不能理解神的话语的 如果我们线上十分之一的话 神不仅仅是会 帮引导我们守住十分之九 而且是会给我们更大的祝福 神会为我们预备一切 比如说 谁谁谁 到那时候在天国的时候 谁谁谁 在点我们的名字的时候呢 神会给我们预备好更好的 更多的一切 在那里呢 无论我们是吃什么 都会好吃 喝什么都会好喝的 在那里呢 会永永远远 不用你工作一个小时 在天国呢 天使们 天使掌门都是会来侍奉我们的 因为我们是神的子女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 神的子女 到了天国的时候呢 神会为我们预备 我们意想不到的一切的祝福 在那里会永永远远 我们为什么没有 我们为什么现在不去相信呢 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人不去相信呢 无论是睡还是醒着 有很多的人是一直去求 钱 他们一直是一直想要钱 钱钱 他们一直是去想这个钱的 他们没有想到 他们不去看 不去想神与神的这个关系 他们不知道神现在还在为你哭泣着的 你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到现在 现在正是在这个时候 你们应该去悔改的 现在有很多的世人 都是像机器人一样去生活着的 有很多的人 他们现在就像是 他们是向着地狱而走的 但是他们还像是机器人一样 他们没有感觉 他们没有感觉到自己是神的子女 他们是没有眼去看 没有耳朵去听神的话语 他们本应该去听神的话语 但是因为他们是看不见 听不见 领会不到的 所以有很多的人 他们都是 他们的眼睛是看不见的 他们心是不能领会的 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人来教会的时候 有的人是硬是被拉着过来的 你们为什么不能高高兴兴地 大胆地来到教会呢 有很多人你说走吧 我们去教会吧 但是有的人说 哎呀我不想去 我真的不想去教会 有很多人会穿得很好的衣服 然后别人问你的话 你去哪里 那么你就可以回答说 我是去教会 我是去见耶稣的 因为我是来敬拜神的 我们应该让神 我们去喜悦的 你们可以说阿门吗 我在当传道士的时候呢 我为了集会的这个翻译呢 我去了冲绳 在那时候呢 我原本应该是喜乐的 但是有一次呢 我是真的不想去 作为神的仆人 我不能喜乐的去翻译 我当时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直是非常讨厌去那里的 我当时是不能喜乐 不能存 欢喜的心 我当时是真的不想去 就是说 我觉得当时 去那次的翻译呢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 不想去的 所以呢 我就去做了三天的进士祷告 我就想 神呢 我为什么 我会感到这一次的 去这次的翻译 我会感到非常的 厌烦呢 我当时呢 就一直都去祷告 我去 但是我还是去了 飞往冲绳的那个飞机 在飞机上呢 我就对一个指示说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这次一点点都不喜乐 一点点都不平安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怎样 并且我现在还是在做着 三天的进士祷告 那位指示呢 一直来听我在那里讲 我在 集会开始之前呢 有很多很多的人 来做准备 并且来像 当时呢 有一个相普出身的一个牧师呢 就来 来到我们教会 他是日本人 所以呢 我就对他说 你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教会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聚会 我在给他 引领他来坐椅子上的时候呢 那一个人呢 那个人呢 突然就大声地对我 发火说 你算什么 你为什么要 指示我坐这坐那呢 我并没有指示他 我只是对他说 我希望他能坐到那里的 但是他是在那里 对我发火的 然后他又 领着他 来 他领来的那个人呢 就对 他们的异性人说 你去买个刀 我要用刀 把这个牧师给捅死的 我当时就吓了一跳 我当时就想 啊 明白到了 我为什么 我觉得这次来到 冲绳是并不是很平安 很喜乐的 我不知道神为什么会 让我怀着沉重的身去冲绳 但是神是已经知道一切的 所以呢 神是让我用三日的禁食祷告 去做了准备 其实 如果我不做禁食祷告的话 我可能是 有可能是我与他一起动手 我可能会 也可能会去犯罪的 我就想 那个牧师我也不认识他 为什么他会对我发火呢 我当时 瞬间我就想 他对我发火的时候 我就想 如果他对我动手的话 我应该 击中他哪 哪一 哪个地方 我要一下子 把他给打昏的 我当时可能就想了 我就想 我就在那里 一直忍耐说 你再说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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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会忍着的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着的 作为一个传导师 当时作为一个传导师 他 当时我作为一个传导师 他是想的什么呢 在那里呢 我是一直是忍耐着的 并且我是想 如果他再对我动手 说一句 我就会跟他打起来 我可能是当天 如果没有做 三日的禁食祷告的话 我可能是 作为传导师 不可能是 一直忍着 并且可能是 会他与他动手的 他正因为对我 骂了我 我可能是 不会去忍着 作为主的牧师 作为主的仆人 我的牧师的道路 可能就会结束的 但是正因为 神给了我 引导了我 所以让我去做 三日的禁食祷告 神让我用禁食祷告 去做了充分的准备 当时我就想起 神为什么让我 去做禁食祷告 神为什么让我 怀着沉重的心去那里 并且用 三日禁食祷告 去做充分的准备的 那是因为神是 知道我 如果不做 三日禁食祷告的话 我是不可能忍耐 我一定会与他动手 在那里打起来的 后来集会结束之后 那个牧师就 来到我面前说 哎呀 刚才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了 他虽然是口里说是对不起 但是他并不是说 真正的道歉 但是他确实来到我面前 向我道歉的 这一切呢 都是我亲身体验到的 并且都是我 通过这些经验呢 我学习到了 我体验到了 神的话语的 我当时就想 啊 真是这样的 忍耐就是胜利 真是知道我们一切的 如果我当时发火的话 如果每个人 就是一时发火的话 可能是 都是不会忍着 就会 一时冲动 会争执的 但是那 我是通过三日的 禁食祷告的 神是让我知道了一切 通来拯救了我的生命 并且也拯救了 他的生命的 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晚上我就想睡觉的时候 我想睡觉的时候 如果你睡不着的话 那么你就用心地去祷告 因为你的灵 因为我们的神是 知道一切的 因为神为了来祝福你 神就会用灵来 叫醒你 不让你入睡的 到那时候呢 你不要大意地 就过去 到那时候呢 你一定要去祷告 去多多地去祷告 去做准备的 神是为了来让你去胜利 为了能来让你明白这个真理 所以呢 神会一直来引领你的 这一切呢 都是 这正是像神的 精髓一样 这正是精髓 正是中心的 因为你不知道这些最基本的 所以你不能去做准备 所以让你的人生 一直是失败 一直是波来万丈的 如果因着你们守住神的话语 按照神的引导去做的话 那么我们的神一定会来引导你 让你的道路更加宽敞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明白 并且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听完神的真理之后呢 都能大声地说阿门 并且你们去实践的时候 你们的人生的命运呢 都会得到改变 你们能说阿门吗 不管是发明发生什么样的什么事情 你们要把所有的一切来献给神的时候 无论是通过你们的行动 是释放还是奉行 还是把时间献给神 还是把你们的身体献给神 还是把所有的一切 时间和拥有的一切来献给神的手 神都会来让你们得到最多的 等到秋收的时候 我是带有很大的期待的 我真是非常期待这个秋收的时候 因为我 我现在真是心里蹦蹦地在那里跳的 我是一直期待着神会给我们什么样的秋收 并不是说是轻轻地 而是蹦蹦地跳的 我的心脏就像是要爆发 要爆发了 真是心脏都是要跳出来似的 神为了让我们能得到更大的祝福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应该去做什么呢 我们应该去做准备 应该去播种的 我们要借我们最大的努力去播种的 上次我们从韩国来了一位 他就会来向神献上感恩的奉献的 他就会说感谢神 感谢神让谁谁谁来到我们教会 他说感恩的奉献呢 他都有52个感恩的奉献 他的丈夫呢 是挣很多的钱的 但是他没有说是 在他那里花很多的钱的 而且他的丈夫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吝啬 以前是连一千韩元都是 会一直计较 但是呢 因着他的祷告呢 他的丈夫呢 是不知道 他妻子是把钱花在哪里的 现在 那他们家的 就是说暂时的流动资金呢 就是有30亿 有30亿的 有30亿 他的丈夫呢 根本就不知道 他的妻子有30亿的钱的 虽然是他的丈夫是不相信的 但是呢 他的妻子还是 一直是拿着这个30亿呢 去做管理的 上次的时候呢 那个张子世呢 就来到我们教会呢 一直来做了这个见证的 他说他一定要去寻找更多的感恩的奉献 正因为去做了感恩的奉献 他神呢 使让他的 使他的丈夫呢 去忘记了 他们家的这些财产的金额 然后呢 挣钱的是他的丈夫 花钱的呢 是他的妻子的 他的妻子正是因为 来把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了神 所以呢 他们教会来了一个新的圣徒的话 他就会去献上感恩奉献的 他没有把一分钱来献给自己 并且他丈夫的那些钱呢 他 也因着他的祷告呢 他的丈夫呢 也不会一一的与他计较 我们的神是存活的神 比这只是现上更多的 这个金额 就说我们的神呢 会给他们家更大 更多的祝福的 你们可以相信吗 最后呢 我们再来讲一下 我们的神 如果我们不中的话 那是不会得到收藏的 如果你多中 就会多收的 如果你多中 就会永永远远的 来得到收藏的 如果你少中 就会少收 如果你少中 就会少收的 你们可以说阿门吗 我们祷告 奉献 侍奉 传道 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的 我们要自愿 要一定要自愿的 去要让我们的人生呢 能更加的来感谢 归于神 用主的名 祝愿你们 到现在为止 有的人说是信神的 那么 但是你 一定要回头 看一下你们自己的生活 从今天开始 你们要好的下决心 你们要 自己要向神去祷告 我们一起喊 耶稣之后 一起来祷告 我们下一次称为神的 我的天啊 我们下决心